一生姊姊姊平安 姊姊姊平安 我想叫做對著不笑 可見我們好久不見了 沒有對著我笑的對著是今天從淤淋 感謝主讓我有機會 在我們這個有樂有所服飾 剛剛在唱歌 唱著唱著我其實很感動 你們要不要看一下我們今年這麼一個 Happy New Year 你們會想要有幸福啊 有 有 你們有沒有發現幸福在哪裡 這邊 來來來來 來來來 唱歌唱什麼 幸福是 幸福是什麼 真其現在有我的 來來 我們這裡來聊好不好 我們一起來念 我們幸福 有沒有看到我們的通告上面 第十夜的正中央幸福 幸福的復更 看到嗎 有沒有 好 我們一起來念 幸福是自己現在擁有的 感謝上帝公益 幸福是分享自己領受的 叫別人得利益 幸福是像聖經所寫的 每句都是真理 幸福是現下壽快給上帝 因為我覺得我幸福 因為我覺得我幸福 所以今天我要來分享我自己所領受的 好 叫大家一起得利益 好嗎 好 那我們就來看看 Happy New Year 我昨天為了想要看看到底什麼叫做跨年 熬熬熬熬 沒有 還是熬到最後一秒鐘還沒有看到他放煙火 就去睡覺 因為我怕我今天跑不起來 昨天有人跨過的嗎 有 好 我都說你們在擋滾 真的 精神還好嗎 很好 很好 好 那我們就來加油 Happy New Year 我們大家好祝福一下 新年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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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想要幹嘛呢 昨天好多市府站 聽說有很多話在那邊進出 那個捷運站在那邊進出 那就是在那邊放煙火 我都還沒有機會去看到真正的文化 可是新年其實是對我們自己的期待 煙火是台北的事 台南的事 別的地方 我們彰化可能也有 新年快樂 因為我都被他吵著睡著 這樣子的話 對我有什麼關係呢 其實我在乎的是我的新年 我有新希望 對不對 我的新年我有新的志向 所以2017年我的新的志向是什麼 是我比較care的 我新年我的跨年的心智是什麼 是我比較想要求大家來思考的 我的心智是什麼 所以好長的一段故事 剛剛我們念過去的 都有 沒有第一次看到這個故事的 就是我剛剛念的經文 第一次看到的 有沒有 所以你們都聽過看過 經文裡面這一段故事 好 那我們來看看 我看不太清楚 我看這邊 從以麗莎的蒙昭跟現身 我們來看心智能力的心智跟權力 剛剛故事這麼長 看圖說故事 再聽我講一遍故事 好 好 主要人是誰 以麗莎 以麗莎 那他的現身呢 他要展現他的權力 因為我們膽正心智 在迎接一個新的新年的時候 我們沒有辦法放手一搏 我們就沒有辦法打從心裡 湧出我們新的希望 你們同意嗎 所以我不只是說 我們要強調我們的心智 我還要強調 在這裡特別對我們的同工們 我要說 我們有絕大的權柄 我們要充分去運用它 我們可以從以麗莎那裡來看看 來聽我講故事 這個什麼時候呢 我們從以色列國一打開國 誰來打開頭 王 以色列國的王 第一任王是誰 曉龍 曉龍對不對 再來呢 大衛王 再來呢 所羅門 所羅門之後呢 他就開始分裂成兩國 那北國是以色列 他的耶羅伯安 耶羅伯安是誰呢 是所羅門的監工 那南國呢 南國是猶大 他的主要的王呢 就是羅伯安 那他是誰 所羅門的兒子 所以這樣子的一個圖 你就知道說 正統的傳統 其實應該是在猶大 所以北國以色列 我們都知道 聖經對他的批判是 那所有的王呢 大部分都是 就是所謂的壞王 好王壞王在獵王紀裡面 怎麼樣來分辨他是好王跟壞王 行耶後馬眼中看為正的事 就是好王 行耶後馬眼中看為惡的事 就是惡王 所以南北兩國他們的宗料信仰 在南國他還保持著有祭司的傳統 有利畏人在服飾 可是在北國呢 他幫他改了一個面貌 他來幹嘛呢 設了兩個金有毒 一個在哪裡 在北方 但 另外一個在哪裡 我在南方 我在你 就禁敬就好了啦 他就是這樣子對他的百姓說 對北國的百姓說 拜這個就好了 這個帶你們離開的 就好像謀行人的年代 雅如 就造了一支金牛乳就出來了 然後就跟他們講說 這個牛就是帶你們出外幾個 所以你拜這個就好了 你們差不多 一路上有去拜 所以 聖經訂了一個規範 他就是有一個叫做 尼巴的兒子耶羅波安 使以色列人陷在罪裡的那罪 他定他們為罪 用這個來做飯本 就是 尼巴的兒子耶羅波安 使以色列人陷在罪裡的那罪 那什麼是耶羅波安所行的 使以色列人死在罪裡的那罪 噓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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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噓 就是什麼呢 在那個時候 他立下了惡 就是一個不好的點話 他設立金有毒 要大家去敬拜 他設立了邱潭在那裡見殿 他也立法你做祭司 不行摩西在那時候所領受的律法 因為做祭司的必須是有特定的立會人 對 可是他立法你做祭司 同時他施設結齊 結齊也是在摩西律法裡面 當時候領受下來的 對不對 可是他現在隨便啦 你今天也好練啦 你要來跟大家來拜拜嗎 沒有吧 今天我如果這樣講 我就是我立了 好 總而言之 這一個的過程就是 結論就是說 整個都是不以耶穫法神為神 不以耶穫法神為神 所以這是他的背景 也因為這樣 在那個時候你會漸漸的發現 從撒姆爾記之後 慢慢的有很多的先知冒出頭來 先知有不同的先知 先知有我們大先知書 小先知書 那個是有著作的 有一些是沒有著作的 像我們今天我們有兩個師徒 一個就是一個以利啊 一個以利沙 那什麼是先知呢 不要說他一定是衛補先知 先知不見得是衛補就先知 我知道你的命運 我知道你要嫁給誰 我知道你要娶誰 我沒有在跟你這種的說法 照聖經來說 先知其實就是神的代言人 神交代他說什麼 他就這樣子的說 當然有時候神會給他預言 將來你的整個國度 或者你的民主 會有什麼事情要發生 這也是他的使命之一 所以先知又叫先見 撒姆爾記的第三經節 從前以色列中 有張主節話 如果有人去問神就說 我們去問先見去吧 現在稱為先知了 從前稱為什麼 先見 好像我們還在背景裡面 慢慢的這兩個國 北國就一脈相承 因為聖經說 他給大衛留了燈光 一脈相承的意思就是 負成幾隻 就這樣子傳下來 可是如果不是的話 他就是有所謂的創位 有所謂的創位 所以右邊那邊 凡是顏色不同的 就是創位來的 有人造反啦 所以你會看到 越融光到了拿塔 拿塔是他的兒子 可是後來就是 那個巴莎就起來創位 巴莎跟以拉 以拉然後就西立起來創位 換了顏色 後來最重要的是一個案例 那就進入了一個 因為他的朝代比較久 他稱為阿利王朝 這中間以利亞跟他對上的 就是案例的兒子叫什麼 雅哈 這個我們很喜歡聽的 雅哈的太太叫什麼 那先知以利沙 他是繼承 接續先知以利亞的工作 所以他的年代就往後了 以先知以利亞服侍了雅哈的朝代 還有他兒子雅哈謝 那先知以利沙 他服侍的年代是 那個約蘭也是雅哈的兒子 他跟雅哈謝是兄弟 他服侍的就是後面的那幾個 後面他幾個 可是他主要的其實不是約蘭的 那一個階段 那你就看到一個阿利王朝 一個約富王朝 來 現在我們來看看 這個故事大家都很熟 可以 好像可以拍電影了 你知道以利亞最大的鼠尼成就 最高溫的時候就是大戰850個異教的先知 去那些禁 這怎麼贏 利亞 當然也要我們贏 所以他就跟他PK PK是什麼主題呢 你的神是真神還是我的神是真神 你巴黎是真神還是我要法是真神 怎麼PK法 遊戲規則是什麼 我們出個壇 然後就把祭聖放在上面 如果有火降下來把這個燒掉了 那一個就算什麼 真神 所以誰先來 誰先上陣 那些巴黎的先知 所以以利亞要求那個信仰巴黎的 850個先知上加密山 然後說如果有火降下來 來燒的話就是真神 那以利亞說 你先開始吧 那他們就開始祷告求呼求 甚至自己打自己自禪 那後來呢 有沒有用 沒有用 那以利亞就重宵上帝的壇 然後他甚至還做了一件事就是拔水 拔得都濕透透 讓他感覺更困難來被火點召對不對 然後呢 他祷告神於是上帝嫁火 就把這個祭物跟祭壇都燒掉了 完了之後呢 這些不得應驗的這些巴黎先知 一個一個的都被怎樣 被窮滅了 所以這樣誰獲得勝利呢 誰獲得勝利呢 利亞對不對 好大的事工喔 就像你們 我們教會經過了一個聖誕節 你們累不累 累 你們累不累 凡是有參與實質上參與很多事工的人 我很相信你們都會喊累 因為你們要去採接對不對 因為你要去在我們的快閃喔 我們做了很多的事工啊 累不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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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累了才怪 不累了才怪 所以呢 可憐的伊利亞 在最高的成就之後 他患了什麼 憂鬱症 他就開始憂鬱了 一個美好的腎臟打完之後 身心俱平 你們有這種經驗嗎 有 因為你付出了全部的 你幾乎把所有的事情都暫時忘掉 你就專注在那件事情 等到那個事情一結束之後 你整個人就 洩氣的氣球 人家他ㄍㄧㄧㄧㄚ 嚇風 所以 戰後的先生他真心俱平 最大的憂鬱症反應在哪裡 他跟上帝講什麼 求死 活死死的耍 真的是很嚴重的一件事 所以他到了別事發的時候 走了一天的路到羅藤樹下 去跟上帝說 活死的耍 我其實也沒什麼了不起 不過跟我的祖先比起來也沒什麼 真的是很累 所以呢 他在那裡求死之後 我們的神開派的天使 你們要注意一下 他這一段故事非常精彩 可是也非常的需要我們去 從裡面汲取他要對我們的教訓 我們的天使跟他說 因為他已經累壞了睡著了 那個天使就把他搖禮搖說 起來吃吧 因為你當走的路甚遠 講一遍 睡起來 啊 繼續睡 繼續睡 再拍一次 起來 起來吃吧 起來吃吧 你們有聽見嗎 他起來吃吧 你不要再吹到 小朋友 來 就這樣子 他泡著那個餅那個水 他起來吃了喝了 我剛剛講過他講了兩遍 天使對他講了兩遍 他站著這裡指的力 走了四十奏夜 四十奏夜 四十奏夜 二十奏夜 二十奏夜 從羅層 從北方一直走到神的山 河裂山西乃山 河裂山西乃山 從那裡走了 你有沒有想到什麼事情 這個礦野對你們的意義 神經裡面提到的事實 以色列百姓在這裡 這個礦野走了什麼 冤枉的路四十年 走了四十年 所以他來到了西乃 來到了河裂山 來到了西乃山 神對他說什麼 伊莉亞 你在這裡做什麼 伊莉亞在這裡做什麼 伊莉亞在這裡做什麼 你們各位 你們在這裡做什麼 在做什麼 同樣問了幾遍 兩遍 兩遍 第一次問 伊莉亞你在做什麼 他怎麼回答 往靠的比較快 我為耶和法萬軍之神 大發熱心 因為伊莉亞人背棄了你的約 然後呢 毀壞了你的台 用刀殺了你的先知 像我一個 我這麼多的事工 做到後來 像我一個 你會覺得心悲意了嗎 你可以看到他的優異症在發作 他們還要尋鎖我的命 就在這時候 神對他的一個彰顯就是 狂風 怎麼講 巨石 整個大環境都在改變 可是神不在當中 有地震 有風差 有好像很大的 一個大自然的變化 可是神不在當中 一直在微小的聲音的時候 神還是再一次問伊莉亞 你在這裡做什麼 你在這裡做什麼 伊莉亞怎麼回答 再唸了一遍 再趕快說兩杯 這樣子的對話 有什麼意義嗎 很多事情講了兩遍 我們現今流行的話是說 因為很重要 所以要怎樣 說兩杯有重要嗎 我稱他為屬林的同分 現在剛有夠等了 我健行走四十天 我走四小時就已經很累了 四十天 他們都是用走的 神給他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句話 你回去 你回去 從曠野往大馬四閣去 哇這下還要走 剛剛在河列山是在西乃半島下面 對不對 大馬四閣在哪裡 一直爬爬爬爬爬爬爬 一直走走走走 還要超過以色列更往北 更往北 叫你去大馬四閣 對不起我給你新的任務 以色列在河列山引受新的任務有三項 其中一個就是 你要高 約哈謝做亞蘭王 第二個你要高約戶做以色列王 第三個你要高以利莎做先知 所以我講了那麼多的背景 其實我只是要引接出一個以利莎 以利莎在什麼樣的情況下被引接出來 他有一個屬靈的前輩叫做以利莎 他有屬靈的典範可以讓他學習 所以他就這樣子高了以利莎做先知 他就是讓他去尋找解放人 所以以利莎是怎麼被蒙召的呢 以利亞離開了河列山的時候 就去遇見了以利莎 以利亞到他那裡去 去將自己的外衣搭在他身上 那以利莎隨後就起身 各成以利亞服侍他 所以這裡這個以利亞 這個以利莎 那這個搭外衣的這個動作 其實就是一個呼召 呼召你來做先知的職事 呼召你來做先知的職事 所以當有人對我呼召完之後 我其實在目的要問這些話 求你容我先去跟我父母親嘴 親嘴你要用我們現在的 就是我要去告別我的父母 很妙的這個以利亞 問他那句話說什麼 你們看見嗎 他回答他說什麼 我們念一下 他回答答他什麼 你回去吧 我向你做了什麼 你搞懂他在說什麼嗎 你過來 我等你跟我們父母告辭一下 你做什麼 你回去吧 我向你做什麼 你向我做什麼 你向我做了什麼 所以我換一個翻譯版本 李正宗一本 說你去吧 所以你就回去告別一下 可要怎樣呢 回來 因為我向你做了什麼 你總要什麼 你記得 他向他做了什麼 他向他做了什麼 批人 你們外衣夠不夠批每一個人 批了外衣的就是 其實他就是怎樣 我已經向你做了一個呼召的 你要記得喔 你要記得喔 結果他做了什麼呢 李麗莎就離開他回去 宅了一對牛 跟剛剛我們的經文 進入我們的經文 然後用套牛的器具 就煮肉給民吃 那隨後就起身跟隨 以亞不是他 這什麼意思呢 隨後就起身跟隨 不是他 這是一種什麼 把他的身材器具 那頭牛 還有他的牛身上的那些惡 或者是那個 他把他燒來煮那些牛 然後跟鄉親都怎樣 告別啊 都告別了 所以隨後就是 那個跟水桃胡適 他其實他下定了一個什麼 那個那種決心叫做什麼 霍虎成舟 霍虎成舟的決心 所以這是一種割捨 這當中的割捨 你們可以有自己的解讀 從聖經裡面 我可以看得簡簡單單的說 他去跟他父母相識 所以他割捨了什麼 很可能他割捨了他跟父母的親情 那他把那些身材器具也燒了 牛也窄了 所以他割捨了什麼 割捨了他的經濟的能力 或者他的產業 是不是 他還有割捨了什麼 揮別了他的鄉親 沙妍娜娜 我的朋友們再見 還有呢 還有放在你們的心裡面 你可以去想 可以去想 所以現在我們進入了以利沙 他被護照之後 有意思喔 上帝要接以利亞生貼以前 以利亞跟以利沙 結果這是我們剛剛俄獲的經文 他經過哪幾個地方 來 請你們告訴我 他經過哪幾個地方 基甲 然後呢 去伯特利 還有呢 去耶利哥 然後到耶當河邊對不對 基甲 伯特利 耶利哥 你會在聖經的歷史裡面 有想到一些什麼東西 耶穌亞進到迦南地的時候 在基甲 要幹嘛 要先行割禮 要先行他們的割禮 然後呢 到伯特利 伯特利你會想到什麼 基甲 伯特利你會想到什麼 基甲 基甲 是後來 伯特利你會想到誰 雅各 雅各 天梯 他在那裡 遇見神 然後耶利哥呢 是約書雅出來 第一 第一個戰役 是打得很漂亮的一個戰役 我們讀聖經的時候 等一下我們看 伊利亞就跟他到了對岸 經過了這三個地方 回到了約當河的對岸 然後後來又回來 他在那個對岸裡面承受了什麼 看見了什麼 這個是基甲 這個是伯特利 這個是耶利哥 一二三 總共有三次 所以一直到那邊之後呢 他就親眼看見火車火馬 把那個伊利亞就接走了 是不是 好 所以在這三個地點 同樣的三句話 伊利亞問他說 你可以在這裡等我啦 不要再對了 在這裡等我啦 然後呢 伊利莎說什麼 我對天 對焉華啟事 我必怎樣 不離開你 因為很重要 所以呢 說三遍 有沒有 彭剛古的經文 有沒有說三遍呢 就在這三個地點 所以伊利莎就只領受了權力 這就進入了我們一個核心 伊利莎跟伊利亞 過了約當河以後 展現了一個意象 讓伊利莎能夠成績伊利亞的使命 因為她看著她的師父怎樣 坐著火車火馬就升天去了 那她把衣服丟下來給她 然後呢 在這個之前 伊利亞一直問伊利莎 她就問她說 你要我問你什麼 我能夠問你做些什麼 伊利莎回答她什麼 願你的靈加倍的感動我 什麼意思 願感動你的靈加倍的感動我 我想我要清出於來聖於來 我要兩倍 也許耶和法典禮的只有一倍 我呢 我需要兩倍 是這樣嗎 是不是 也是也不是 也是也不是 通常我們很直覺的看字面的意義的時候 我們會覺得說 感動你的靈加倍的感動我 我好需要更多更豐富 更被聖靈充滿 讓我能夠執行我的事工 是 但是也不是 為什麼呢 因為在這當中 我們忽略了一個我們人的部分 神的靈感動伊利亞的靈 那個是從天而來的靈 可是我這個人在這當中 好像基於被動的地位對不對 如果按這樣講的話 可是其實呢 這個雙倍的感動 你要回想到 猶太人的那種法律的一個慣例 雙倍的祝福 雙倍的產業是給誰 給誰 給長子 給長子 長子就是長門人 所以他的含義還含帶的是 我希望我能成為你的什麼 繼承人 各位兄弟姐妹 我們很喜歡禱告 神啊 求你把感動某某人的靈 最好是感動像 趙佑基之前 這個幾百多少人呢 可以怎麼樣的 或者感動某某人的那種能力 能夠加倍的 放在你身上 你喜歡嗎 會 各位我們很期待 我們很希望聖理充滿 可是你翻過來 再想一下一件事情 你有向神祷告說 神啊 給我一個禮 是願意繼承 先知門徒的那種使命 你有這樣祷告過嗎 那個是代表什麼 前面可能你要求的是一個能力 從神而來的能力 後面的講的是什麼意思 你可能要連帶付出你的什麼 責任 你要護住你的責任 因為我要繼承這件事 我要繼承她的使命事工 所以 以利莎就去了那邊之後 就回來約當頭 她就拿了以利亞的外衣拍水 過去的時候是以利亞打水 水就開了 他們就走過去 現在換誰打水 以利莎 所以可見他已經 以利亞已經走了 他打水還有水會分開 所以表示什麼 有效喔 有效喔 這個靈有效喔 所以同時呢 我真的怎麼樣 我繼承了她 我繼承了她 所以先知職分的傳承 已經在這裡已經交接了 已經交接了 已經交接了 所以以利莎的心事 從我們剛剛的聖經跳過去 剛剛是獵王跡上 後來變成獵王跡下 這中間都沒有再提到以利莎的事情 所以你都不知道以利莎在幹什麼 我告訴你 我可以告訴你 她去念誰絕約 完全是一副隱藏 就是謙卑的在學習 接下來呢 去到了 後來呢 就到了以利亞了之後 她才跟著她三個地點去 是嗎 所以她跟隨到底 請問一下 以利亞要升天 她的其他的門主知道不知道 聖經怎麼說 知道不知道 知道喔 都說你的師父要升天了 你知道不知道 都知道啊 以利莎知道不知道 知道啊 以利亞知道不知道 知道啊 大家都知道 可是呢 這中間你有很多的抉擇 以利莎跟隨 跟隨 跟隨 就這樣子一直的跟隨 好 你知道 以利亞跟以利莎的對比 以利亞她的神機騎士 跟以利莎手型的神機騎士 按照我們聖經比例 以利莎真的手型的神機騎士 見數 大概是以利亞的兩倍 所以 加倍的感動我們 所以她手型的神機騎士 也好像次數比她 比以利亞差不多 差不多是兩倍 那這樣在證明什麼呢 以利莎手型的神機 在印證她所領受的全領 所以我們剛剛看了一個 凡事總有一個起頭 所以我們剛剛看了 既然她以利莎的神機騎士 那麼多 很多 可是我們先看那兩個開頭的 就是我們剛剛念過去的經文 有一個就是 她在耶利哥使水怎麼樣 那個水不能喝啦 也長不出土產來 所以她就去跟她醫治 耶利哥神的人對以利莎說 這層的地勢美好 我主看見了 只是水惡劣 土產不守而落 以利莎說 你們拿一個新品來 然後裝鹽 然後他們就拿來給她 她出道水源 將鹽倒在水中 耶 說什麼 耶何寡如此說 說什麼呢 我治好了這水 從此必不再死而死 也不再死地土不生產 你要知道 以利莎 在我們後來的信約裡面 我們看待以利莎 其實是耶穌基督的預表 是一個耶穌基督的預表 耶穌來幹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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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醫治 他有醫治 所以以利莎的頭一個神經 跟水有關 以利亞的神經都跟什麼有關 跟火有關 火降下來就把那個祭壇 都全部燒光了對不對 他的個性好像跟以利莎不太一樣耶 以利亞就是這麼火火辣辣的 那以利莎呢 柔情似水 他很關懷那些 那些就是你跟我 就是生活中的一些百姓 所以他行的神經很貼近人心 像不像耶穌所行的神經 耶穌所行的神經 沒有時候火從天上降下來 燒死你們這些不信的人 有毒有 這種壓死人 所以第二件一個神經 接下來就是那個短短的經文 你們看了以後有沒有覺得很奇怪 一開始就怎樣 好殘忍喔 以利莎從那裡上伯特利去 上去的時候 有些童子從那裡出來 像新加上說 那你就知道 你看土的時候 那個禿頭的就是誰 以利莎 以利莎 以利莎的特色就是禿頭 他禿頭說禿頭的上去吧 禿頭的上去吧 然後呢 他回頭 那個以利莎回頭看見 就奉耶穌法人仲子他們 然後就有兩隻女熊出來 然後把那些童子怎樣 抓傷 把他撕裂他們傷中的幾個 四十二個童子 抓一個兩個就算了 還抓四十二個 所以請問一下 以利莎一開始行的神經 就讓人家很震撼 他在說什麼 你們從這個經文裡面 你們看到什麼 伯特利是 剛剛說一個在 我剛剛有講背景 一個在但一個在哪裡 伯特利拜牛肚的中心對不對 一個在但一個在伯特利 所以這裡也有一個國堂 也有一個佛學院 這裡有一個佛學院 你怎麼知道他是佛學院呢 沒有 因為有這麼四十二個童子在那裡 可見他人數不少 既然有先知學校也有一個佛學院 我不能這樣講說佛學院 就是一個義教的中心在那裡 所以他是拜金牛肚的一個中心 那這些童子從少年就開始要跟他訓練了 他就在那邊嘻笑 就是在嘲弄耶和華的先知 禿頭的禿頭的 上去吧 上去哪裡 上去哪裡 跟你老師一樣 酒聽就好了嘛 酒聽就好了 你看你老師一邊回聽去 你啼啼啼啼 就怎樣 所以你可以 我都可以揣摩他的口吻 他是一種什麼樣的心態 嘲弄 嘻笑 我嘲弄這個先知 其實我在嘲弄這個先知背後的什麼 所以你就不要懷疑 為什麼一開始他就下重點 先知的權力一開始就會挑戰 先知的權力一開始就會挑戰 所以神也站在他那一邊 當然我們要翻譯說把他的撕裂 其實就是一種抓傷 一種抓傷 那你知道以麗莎就這樣被開始上崩了 這是一種審判 這是一種審判 所以還記得嗎 以麗莎的頭一個神機帶來的是什麼 一致 他現在第二個神機帶來的是什麼 審判 這兩個合起來 我要說以麗莎帶來的是從神而來的什麼 以麗莎剛剛講什麼 權力 權力 我們很忽略了這個 我們常常忽略了這個 所以那是以麗莎 以麗莎師徒的事情 問我們什麼事呢 要有事啦 不然今天坐在這裡幹嘛 我們回家看書就好了 我們要來過渡一下 今天我們到教會裡面來 我們互相的在這裡不只取暖 我們其實現在互相提醒 我們成為神的先知我 他打一撇叫門徒 其實那個聖經裡面是寫先知門徒以麗莎 他們的那一個先知學校叫先知門徒 可是我這邊打了一撇是 我把先知歸為舊約 今天門徒是在講誰 今天門徒是在講誰 在講我們這些新約的人 這些現代人以麗莎 所以我要過渡過去 我願意 這個海賊王 你們都要被呼召說 我願意 你們願意嗎 在做的 絕大部分我想都是基督徒 所以你願意 你要過渡到現在的以麗莎 以麗莎是以麗亞的門徒 你是誰的門徒 你是誰的門徒 你到教會來要做誰的門徒 做劉醫師的門徒 好嗎 我來法師的門徒好嗎 做誰的門徒 你要來做小基督 你要來做主的門徒 所以你也要學學像以麗莎一樣 他要算計一下 我回去跟我的父母親 那個告別一下 親嘴告別一下 所以你要會算計蒙昭的代價 我們看路加福音 我們一起來念 路加福音14-25-27 有幾多的人和耶穌同情 他轉過來對他們說 人到我這裡來 若不愛我甚至往愛自己的父母 妻子兒女弟兄姊妹 和自己的性命 就不能做我的門徒 所以不是通通低門檻你們通通進來 我沒有保證你百分之百錄取 我先跟你講再先 凡是要進來的 必須有這個 不 不 你是在那個不的條件裡面 還是在那個條件以外呢 所以做主門徒需要怎樣 要算計代價 你需要算計代價 給下所有的 然後悲喜十字架來跟隨他 這就是以麗莎的歌聲 對應過去就是以麗莎的他的歌聲 好 那什麼是我背的十字架 你就要問啦 以麗莎啊 沒有你 你昨天是歌聲了些什麼 很有可能 事情要重複發生 今天以麗莎 你可以回頭去看他歌聲了什麼 同樣的今天神要問你 你今天為我歌聲了什麼 他是問你 問我 因為每一個人的十字架怎麼樣 量身運作 你的絕對不合我 我的也跟你不相同 所以我要問自己 現在做以麗莎 現在的以麗莎作主門徒們 也要明白那個權柄 來看一個很厲害的 馬可福音 以麗莎所行的神跡 印證他所領受的權柄 我們來看看 馬可福音的十六章十七到十八節 這個有爭議的經文 來請 信的人 必有神跡隨著他們 就是奉文明 你敢回歐 說心臉 手能拿手 喝什麼服務 也必不受害 神花的命能 變得更好 好大的 好大的 好大的能耐 是不是 但是我要你看的是 其實我可以把後面那幾節 全部切掉 我要你看的是 信的人必有什麼 神機 隨著他們 什麼是神機呢 請你告訴我 什麼是神機 什麼是神機 你認為的神機是什麼 通常我們很知覺都說 那如果白天要死下來 我站起來最好的神機 對不對 那是很厲害的 其他呢 你所認定的神機是什麼 你們認為神機是什麼 我們有代理 錄神機 怎麼錄 神機 神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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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所錄下來的 神機法 是不是 凡是神所知道的 都會成為神機 所以我們給他一個新的定義 規範在這一段經文裡面 因為他說 信的人必有神機隨著他們 來 後面有一句話 門徒出去到處什麼 宣傳福音 我現在在講新約喔 門徒出去到處宣傳福音 主而他們怎樣 同工 然後呢 用什麼 神機隨著 用神機隨著的目的是什麼 證實所傳的道 他們 所以神機會隨著每一位信徒 每一位基督徒跟著你去 目的在做什麼 尤其那神機越大的 都在做什麼事 下面跟你解釋 證實什麼 所傳的道 所傳的道 那請問一下 各位我們在經常有這個 要出去什麼 節情步道 或者我們要做很多的特會 我們要來步道會 我們要呼召大家 起來 你要大家信耶穌 你那個神機其事 最大的神機是什麼 你一場一場的 步道會一直辦過去 你看到的 都覺得只是 你們要不要接受主耶穌啊 願的願意的舉手 跟著我來絕制 是不是這樣 是不是這樣 你有看到有人抓蛇嗎 然後有人怎麼樣嗎 有沒有 好像沒有這些出現對不對 所以我要界定 這個神機其實是很普及的 什麼樣的普及呢 人心的翻轉就是最大的神機 你們同意嗎 現今的人的心硬到很不容易 你同意嗎 你同意你多頂個頭好不好 為什麼我要你頂個頭 我要你知道你只要面對的困難 今天人的心很硬 你可能花了很多的心力 為他禱告了不曉得有多久 可是他就是怎樣 硬著景象的百姓 怎麼辦 怎麼辦 我們就要求神機了 我們要求神機 什麼樣的神機 翻轉人心的神機 所以在這裡 我們回應到以利沙 他帶來了兩樣事情 一個就是醫治 新約裡面耶穌說 我來要教人得生命 並且得得怎麼樣 更豐盛 他來是要醫治 同時你也知道 剛剛以利沙 他另外一個權品是什麼 他要審判 不是他要審判 而是聖經 神這樣交代他 傳這個信息 說你們信的人 就必得什麼 你們看得見嗎 信的人不被定罪 不信的人怎樣 罪已經定了 所以 你傳福音 要有醫治 你傳福音 同樣也要有什麼 審判 也要有審判的信息 讓他們能夠了解 所以 我們要來漸漸的說回來我們的結論 舊約的以利沙 我們看到他真的跑去神學院去了 他跟很謙卑的在學習 然後他也跟隨到底 他是跟著他的老師以利亞 他是跟著他的老師以利亞 可是現代的以利沙 你跟隨的你要做的是主的門徒 你要跟隨誰 耶穌基督 耶穌基督 所以你要披下所有悲起實價 這是神對我們的要求 門徒的權柄 在舊約的以利沙 他最大的神蹟 就是讓死人 那個書念的婦人的兒子 從死裡又復活 這是肉體 真的是肉體的復活 可是現代的以利沙 那請問一下 今天如果有一個死人再挑拳 你覺得怎麼樣 驚醒 驚醒 好 驚醒 所以 標示說 相對沒有在乎 你為死人再挑拳 他要的是什麼 他叫我們去傳說 你們死死人活起來 這樣的信息嗎 他說什麼 今天我們傳聞的目的是要什麼 要人歸改重生 重生 所以他是一個屬靈的 屬靈的一個復活 他是一個屬靈的復活 所以舊約 他做到這個程度 他甚至能夠讓一個肉體 死了又復活 可是呢 今天的現代的以利沙 神給我們的權柄 是要讓我們從屬靈裡面去 悔改而重生 就是已過 一切都說 都怎麼樣 變成新的了 都變成新的了 所以我們有這樣的是什麼 權柄 這是我們的權柄 這是我們的權柄 所以我們回到我們身上來 都在說別人 但是我們都不是在說我 這樣 今天我跟你分享就沒有意思 所有的信息 所有聖經裡面的教導 如果都是過去的事 今天我們廣南信仰我們這樣的一個神 今天我們要回到問自己很多問題 問自己很多的事 我的蒙招跟現身 我被蒙招了 其實是在展露我的心智 因為我說我願意 是嗎 有沒有 你有沒有這個動作 你有沒有受洗的動作 你有沒有點頭的動作 有沒有 有 有 所以你蒙招是展露我的心智 可是你的現身呢 剛剛我們有人在這裡帶我們敬拜 有人在這裡帶我們師匯 有人可能等一下還有很多的服飾 你的現身是要展現你的什麼 權柄 不要小看你的權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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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顏色有點淡 俄羅西書1章28到29節成為我們的終結 我說的意思是 我們終結的目的在哪裡 來 請 我們傳言它是用書班的智慧 勸誡個人 教導個人 要反的話 個人在基督 教導個人 教導神面前 我也為職勞 造成他在我裡面運動的大禮 盡心 盡心 節禮 我們把人帶到誰面前 教會裡面可能有一些會有一點偏差 你把人帶到誰面前 我們還到學歐牧師君 ��牧師君 我們還去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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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 老師 教導師��고 你把人帶 帶著 帶到誰面前 請你回答我 帶到誰面前 你如果帶錯了方向 我們今天是要把人完完全全的帶到哪裡 基督的面前 而且是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 所以你傳族音不是在傳個人 你也不是在傳一個 hero 有一個英雄 或者有一個偉大的使徒 或者一個什麼的族事 都不是 你今天傳族音的目的是要把人完完全全的引到神的面前 我再說一次因為很重要 你傳族音的目的是要把人完完全全的引到神的面前 所以有時候你不能陪著他一直說 你對我走什麼跟他一起走 一直走一直走 你有辦法跟他長相左右嗎 沒有辦法對不對 所以我們用你屬靈的原則 你今天可以用什麼以他長相左右 跟一個你所關心的人長相左右 你怎麼樣跟他長相左右 告訴我 我用倒好的心來到主的面前 對不對 所以那種屬靈的能力 那種醫治的能力 那種審判的能力 隨著你的代導 會把人完完全全引到神的面前 所以我們這個結論 所以我掛了一年了 我今年2017年我要幹嘛呢 我要幹嘛呢 我要做一個回應啊 你去吧 等一下我上會你去喔 不要留在這裡 去吧 幹嘛呢 你可要回來喔 所以我們上會晚了以後要不要回來 我們去晚了以後要不要回來 要啊 要啊 要回來啦 因為我像你做了什麼呢 你還要怎樣 我跟你做了什麼 我現在把我的信息跟你分享 你總要怎樣 不要記得啦 不然我在這裡幹嘛 不要記得好不好 好不好 好 好 這是一種傳承 教會裡面需要有這個傳承 不然我們老一輩子都要過去了 我已經揭露我是老人癡呆的 我們在座尤其華語堂都是很年輕的 你沒有這種心智 各位弟兄姊妹 我不是不一定跟你們長鄉左右 我絕對不會跟你們長鄉左右 那 你有沒有這樣子的感動 我們整個永福教會需要有傳承 現在年輕人在樓上 你怎麼就在樓上 是不是我們要站起來 我們真的要站起來 你今天不是要做禮禮而已 禮禮而已都在樓上 我們這裡是什麼 這裡有來的禮禮 這裡有來的禮禮 所以我們怎麼有一個傳承 我們要有一個先知之分的傳承 來 所以在這個傳承之前 我們需要有一個很嚴肅的禱告 我們需要有一個很嚴肅的禱告 你需要從神而來的心智 因為你已經明昭 你需要有從神而來的心智 你還需要有從神而來的什麼 權柄 你要自己要相信 你既然身為基督徒 你就有從神而來的什麼 權柄 如果你沒有這樣的認知的話 你做事工會很無難 會有憂鬱症 你們相信嗎 你要打從心裡相信 我的神是能力是夠大 他的生命夠豐富 他的資源夠多 能夠來幫助我 是不是 所以我除了我有那個心智之外 我還要有那個什麼 權柄的認知 我能醫治 我能審判 不是我能 是透過我神的醫治 神的審判 會因著我成為他門徒 從我這當中流露出去 因為我剛說了 你們要把人怎樣 引到神的面前 引到神的面前 不是我的面前 我一定做不好的 我一定做不夠 我一定做不夠 我一定做不夠贏的 我是不是像是 世公子做到哪裡都說我不會 就是一個 你知道怎麼說 他為什麼 新的年度祝福大家 你要有從神而來的心智 我相信大家都會這樣要求 可是我們今天要再三的強調 很重要 所以講講變 你們要深切的體認到 你有從神而來的 權力力 能夠怎樣 醫治 能夠怎樣 審判 不是因為你能 是因為 我把他完完全全的 引到神的面前 所以這一切是 必定都要成就 阿曼嗎 阿曼 我們一起來禱告 主耶穌 這是一個新的年度 所以我們知道 過往的年日 我不管怎樣 好活歹活 總是這樣子過的日 主啊 你給我一個 這麼大的恩典 還有一個新的機會 還有一個新的年 我就要說 主啊 求你把那 能夠改變人心的 你加幣的感動我 主啊 求你賞賜給我 因為我實在不知道 我們怎麼做 我也不知道 人心會怎麼變 我也不知道 我下一步 是不是照著我所想的來發生 主但是我 因著你話語的 這樣子的教導 這樣子的應允 我抓住你的話語說 主啊 求你成全 讓我有機會 把人完完全全的 引到你的面前 因為我是你的門徒 我也期待把人 引到你面前 成為你的門徒 求你隨聽我的禱告 奉耶穌基督的聖名 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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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們